不过现在新冠肺炎疫情是持续的延烧 由于新北市淡海新市镇人口是越来越多了 为了避免社区成为防疫破口 新市镇有不少集合式的社区大楼 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进行社区进出的管制措施 对于防疫各项细节都仔细的检视 希望可以为住户的健康来把关 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持续发烧 许多公共场所或者是活动中心 政府单位都进行关闭 或者是人流总量管制 不过除了这些常看到的公共空间之外 为了避免社区成为防疫破口 淡水新市镇有不少的集合式社区大楼 也因应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进行社区进出入的管制措施 然后再来就是电梯 我们有摆设这个酒精供住户消毒 对那再来就是如果说有住户 譬如说提行李箱或是坐电车回来 可能我们会做一个关新 是不是是不是有旅游史啊 或是刚从国外回来这个部分 了解一下这个公社的部分 健身房游戏室交易厅等等 我们都关做关闭消毒之后做关闭 这样目前来讲以我们社区来讲的话 外送人员然后房仲或是住户的访客 那我们都会请他第一个现在大厅 做首部酒精的消毒 那第二个会请他戴上口罩 那目前来讲大家配合度都蛮高的啦 对对对 社区主委表示由于过去社区住户进出 除了门禁之外 现在为了要防止疫情扩散 在门口由社区警卫进行量测体温 并且要求戴上口罩 另外若是由访客或者是外送员 都得在社区大门口等待 针对社区内的公共设施 还有电梯也都会进行消毒 一般出乎反客的部分 其实我们就跟一般的 我们外送一样 进来一样是口罩而问的部分 对那当然出乎反客的部分 都是要出乎下来带人上去 对那其实这部分就是 还是做简单的一些监控部分 那当然我们的电梯的部分 我们里面都自己有 我们都有加设那个自动消毒机 对对对消毒部分 让住屋他们自己去做消毒 这样子 由于这两个社区 各有200以及300多户的住家 而新市镇人口也越来越多 而目前社区警卫 会在门口进行量测体温 要求戴上口罩 但是偶尔也会遇到 有比较不配合的外来访客等等 对于此类型的民众 则是会禁止进入 另外社区警卫若是看到有住户 提着行李箱进入住家 也会关心询问 是不是有从国外回来的旅游史等等 对于防疫各项细节都将仔细检视 就是希望可以为住户的健康把关 记得许多恩一 内存下方报道